放我啦 我来当第二位从你们世界路过的人 放羊炸基本人 我要先问小巴 威尔史密斯那张图 怎么会有关心 有 我跟你讲小巴有一个 她是超级斜杠的家伙 也有一个角色就是 主持了三立的爆米花电影院 那个时候好莱坞的明星 大概都被你访了个遍吧 好像是 三年嘛 那为什么会放威尔史密斯 这是你印象最深刻的吗 因为这个人访两次 你访了他两次 其他人都是一次 我觉得一次还可以 但是这个人两次 然后又那一天 双子杀手来台湾的时候 又连续见面三天 所以算是熟了 有加WhatsApp 其实我们从第一次见面 就一直都有联系 真的假的 到现在 到现在 所以其实不是陌生的人 我的天啊 手机输入他名字是什么 Will Smith 你要干嘛 没有 我很好奇 我们是写 一开始我们是通一 没有通很久 通到几年才变成手机号码 好 所以输入的名字是什么 就是他的 他自己的 不是 他自己的名字 他自己的名字 这样会变新闻 会吗 不会啊 没有他自己的那个 他自己的账号 他自己的 nickname 不是我的 不是我发明的名字 所以专访之前 你就会很紧张吗 这个访问知道的时候 准备了一个月 然后那一个月 每次只要经纪人 Cue我什么关键字 我就可以马上背出问题 大概就是这样 因为英文不好 所以才要这么背四倍 那你访问安娜贝尔 准备了多久 你说去人生最荒谬的一次空 大概半年 因为他也要访问到安娜贝尔 因为安娜贝尔 多国语言都可以 台译买通 台译买通 好 好 那这个经历 这个工作经历 对你日后的生活啦 工作啦 有没有起到什么影响 就是很有趣 明明就是辅大哲学系毕业 但是那时候在三立传言 我是台大英文系第一名 就是因为这个误会是不是 对 其实我英文真的蛮烂的 真的蛮烂 我只是反应很快 然后我只是听关键字去代话 真正英文好的 干嘛 是他 他语言是安娜贝尔 小心说话 对 我刚出道的时候 我们都访问过安娜贝尔那只娃娃 你也是访问过 然后真的很恐怖 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报新闻 然后他们就说今天请了这尊来 然后我们想说好 他们就说很贵 要小心 我就好 所以我们都站离他超远 然后他就这样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在讲 根本 还没有真的跟他互动到 然后他就突然这样往前 然后他就倒下来了 他就自己这样然后往前 然后整个趴下来之后 整个电影公司的人全部吓坏 然后全部都冲出来 怎么会这样发生什么事 就是因为你讲太久没有扯到他 没有 我们两个完全就是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什么都没有 而且更荒谬的是 他倒下去拿起来 他的脸竟然磕了 就是撞了一块这样子 然后我们全部想 谁要赔 谁要赔 没有人感动 而且很贵 可是还好是有录影 我们真的没有碰到他 天哪好险 那不是更可怕吗 然后我们两个就惊慌失措 然后更可笑的是那个画面就是 我们两个也是打扮成安娜贝尔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累积 我觉得就是各种访谈 你根本不一定要会那个语言 对 就是累积累积 然后经验 到了最后我现在什么 石头我也可以访问石头 都可以 已经都可以了 还可以 不需要会石头话 从他一balanced 就继续了 这样的 就这样 再试一下 你们的 以后 你们有了 师母 能